大家好 欢迎来到女汉子社内营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女孩戴一条假发回家后 家里就发生诡异的故事 小美小咪两姐妹经营着一家假发店 可两人却关系不密 一天小美收到一条假发 那天报纸上报道着一条离奇的命案 养得狗狗对假发的袋子狂吠不止 这一届仿佛预示着什么 小美站在镜子前 发现自己莫名开始流鼻血 她赶忙清醒 于是洗手台仿佛堵住了一样 睡一直流不下去 小美伸手从中掏出了一把断发 她疑惑地看向了排水口 却突然从中间伸出一只灰手 就在那只手要抓住小美的时候 小美醒了 原来只是一个梦啊 这个时候 姐姐小蜜带了朋友在楼顶聚会 其中朋友阿年 喝醉拿着假发戴在头上 大讲着鬼怪故事 却不知头发的主人就来自一个死者 小美看到十分生气 埋怨不该乱动假发 小蜜不满小美的指责 两个人开始争吵 小蜜让阿年把假发放回原处 阿年带着假发独自下楼 突然灯就熄灭 挥手从假发中伸出来 抓住了阿年的眼睛 阿年大叫起来 还在争吵的两姐妹 听到阿年的尖叫声 急忙下楼 却没有看到阿年 几人以为 阿年正在与他们开玩笑呢 可小蜜的脚下 突然渗出了一滩血迹 血正从一个假发娃娃的眼中流出来 诡异的情景让几人惊叫起来 他们想要逃离这里 可朋友用力过猛 将门钥匙给掰断了 几人慌乱地想找东西砸开门 其中小祖跑回假发店寻找工具 却再也没有出来 几个人又回到了假发店 发现小祖摊坐在地上 向他们求救 他们想拉起小祖 小祖却异常地沉重 这时挥手从小祖的肚子里伸了出来 小祖却被那只手操控着飞到屋顶 又重重地摔了下来 几个人慌乱地跑开 小蜜提出上楼顶求救 可小美却失魂落魄地跌坐在了地上 小蜜只好留下来安抚小美 并让朋友邦先走 邦在飞舞的假发中 看见了一个披头散发的女鬼 吓得昏了过去 小美小蜜听见动静 赶忙跑了过来 却发现邦 已经被疏离假发的排钉 刺穿了胸膛 剩下两姐妹 绝望地跑到了房间里头 小蜜决定先去求救 却发现突然停电了 回头却发现 小美的身后 站着那个恐怖的女鬼 她奋力地撞门 想回去救小美 撞开门后 却发现房间里空无一人 这时又有电了 小蜜发现 小美被关在了 烘干假发的玻璃烤箱里头 小蜜疯狂地撞向了玻璃门 玻璃门炸开后 小蜜就昏了过去 当小蜜缓缓醒来 发现天色大亮 父母已经回家了 正在门口询问 小美呢 小蜜叫着父亲 却发现父亲对她 视若无睹 小蜜从腹中抽出了玻璃渣 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死了 几人中只剩下小美还活着 或许说 是那个被鬼附身的小美还活着 所以说 不要有事没有 就在讲什么鬼故事 这说不准 鬼怪就在你身边了 到时候怎么死的 你可都不知道了 感谢收看本期的视频 喜欢的不要忘记 关注转发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